首先的话这个class是叫scope 你们就等下新增一个scope的class 这里的话就是宣告两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分别有一个是mass 就是数学成绩 它80分 那国文成绩就叫chn 90分 当然你这个地方也可以把它改成你自己批的 那应该会改啦 早上有讲过 另外呢在宣告double 一个total 跟一个average 就是平均跟总分 另外呢底下设定一个所谓的那个加权 设定分数的加权值等于1.2 也就是说呢1.2就是说 数学要加权20% 就是它的total值 所以这边的话计算就是说呢 total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ass加上乘以 乘以这个就是加权值 然后再加上国文成绩 要必须计算出它的平均 所以平均接收到了 那还要在就是总分跟平均就计算出来 计算出来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结果成绩单 绣在这个比如说成绩单 某某同学的成绩单 那当然这个形式的话 可以自己再做一些调整改变 那总分是多少 总分的前面 再加一个total 就帮后面再 让它感觉比较有点分隔 不会挤在一起 那平均是多少 这个部分呢 只是一个基本的架构 那主要是sample 第一个 成绩部分 你不只可以有两个嘛 你可以再 还有英文 还有其他科目都可以 你可以再加 第二个是说 再把它改成有互动性的 就像早上一样 有个show dialog的一个方法 可以show出来 请输入什么成绩 请输入什么成绩 那利用这个使用者输入的成绩 再去做一个计算 计算的结果呢 就配合这个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变数 你要用比如说 宣告成int也好 或者double也好 这个部分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像这个地方 变数的部分设定好之后 最后再把它print出去 那出去的话 这个格式部分 也可以再配合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叫做跳拓字圆 可以再去做一个编排 然后呢 最后show出来 就再比一下 就是一个成绩单的一个练习 好 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自己试试看 把画面画给各位一下 好 思考一下 主要也是结合前面的 前面所讲的部分 这一个综合练习 那里面有一些 这个比较火灵活的部分 是你们可以去掌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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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